老婆每次去吃火锅要番茄锅底 只为了喝那番茄汤 那何不直接在家给她做呢 今日火食 番茄肥牛锅 先用鸡骨熬高汤 冷水下锅 水开了后 把汤扔掉 鸡骨洗净 重新煮 番茄十字滑开 开水煮一下 一会儿好剥皮 凉一会儿之后去皮 在水开之前 把肥牛倒进去焯水 这样能防止肉变老 各锅烧油葱姜蒜 炒一遍 炒香之后 放入剥皮切片的番茄 调一下味 一小勺盐 一小勺酱油 一小勺蚝油 两勺番茄酱 加入高汤 这个其实可以用开水来代替 但是家里特殊情况 特殊照顾 煮沸之后 放入金针菇和肥牛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这个大 这个大 你给我多发音鱼 鱼 网友们说了为妈要多吃鱼 今天我吃 剁椒黄鱼 又是个网红大菜呀 处理好的大黄鱼 姜片 小葱 料酒 一小勺盐 涂抹均匀 打上花刀 腌五分钟 做个剁椒酱 蒜末 青椒末 姜末 葱末 一大勺剁辣椒 搅拌均匀 焦热油 炕香 一勺蒸鱼尺油 一小勺白糖提鲜 来点豆豉 搅拌均匀 清洗一下黄鱼 碗底铺姜片 放上黄鱼 浇上剁椒酱 他会不会觉得辣 谁 鱼会不会觉得辣 放进西门子蒸烤一体机 所先蒸功能 95度 10分钟 功能超全超便捷 在家轻松做大菜 大菜呀 闻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鱼是不是很嫩 我居然成功了 总算把大金 骗来健身房练一回了 属实不容易呀 抓紧练吧 晚上两斤春春鸡排 等着你呢 今日火时 还是春春鸡排 先剃一下鸡腿骨 外皮面朝下 找到关节 用小刀拉开 再用刀子把骨头周边的肉给割掉 先把一半骨头拔出来 用刀背把根部敲断 像刚才一样把骨头剃出来 把根部剪断 皮股完成 续皮后切块 开始调酱料 50毫升两勺为准 白糖两勺 三勺蒜末 半勺姜末 一勺味淋 或者甜米酒 三勺生抽 三勺辣椒面 三勺韩式辣椒酱 搅拌均匀 三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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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出演 15毫升亮勺 芝麻香油 乌姜粉 在袋子里放入两斤鸡肉 洋葱 大头菜 土豆条 粗泡的 撮揉 本来想给老板娘 少起一个碗 结果爆袋 搅拌均匀后腌半个小时 热锅刷一层薄油 把腌好的鸡肉放进去 放入二斤条辣椒 中小火炒熟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